Deep Deep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是一一 一个音节发场音念成一的音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Deep Deep Deep这个字的词类是属于副词 我们中文翻成很深 来我们看看英文解释 Being a long way down from the surface Being它的状态是一个along way along way原本的意思是很远的意思 它是往下的很远 不是水平的很远 是往下的很远 从什么地方看起来很远呢 从表面 那当然这边表面可能是地表 也可能是海洋的水平面 所以from the surface 从这个表面上一直往下的方向的很长的地方 那么我们中文翻成很深地 英文就是Deep 词类是副词 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例句 Still waters run deep Still waters run deep 好这still在这边注意哦 不要翻成仍然 这边的still它可以当做一个形容词 当做一个形容词的意思呢 我们就叫做静止的 静止的我们就叫做still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呢 它说呢我看到一只猫 那只猫看到我 它就一动都不动 stand still 它站着一动都不动 来各位这边我们可以顺便 那个记叫stand still 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 我们就叫做stand still 好所以呢still waters 这边指的是静止的水 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呢 都像是一面很平的镜子 都没有任何水波的 这样子的水域 特别要小心了 still waters 这边的water加s 这边指的是水域 不是指的水 因为我们知道呢 当做水的时候呢 它是不可数的 不可以加s 所以它说呢 静水呢流深 你从它表面上看起来 像镜子一样的平 其实就是因为它很深 如果是它很浅 底下有石头的话 水只要流过去 它都会激起一些波澜的 所以呢 它既然没有激起波澜 就表示了它非常非常的深 run就是跑的意思 这边指的水的流动 deep呢就是深深地 所以呢这个字 这个句子呢 我们中文又翻成 大字落鱼或者是深藏不露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词类 deep in deep in 好deep in这个字 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它就是在deep这个字的后面呢 加上en 那我们要特别推行同学的是 英文里面呢 en这个字首 它也可以当作是字尾 也可以放在一个字的后面 我们通常呢 它会把它变成一个动词 它会把它变成一个动词化 好就是例如说deep这个字 原本是形容词deep 后面加en deepen 就变成所谓的死变身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叫做sharp sharp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叫瑞利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可以在这个字的后面呢 加上en sharpen 就是死瑞利 那我们说铅笔呢 用久了它变盾呢 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叫做sharpener 那sharpener是什么呢 就是削铅笔机 把东西变立的 把铅笔变立的那个机器 我们英文就念成sharpener 就是所谓的削铅笔机 然后像类似的 还有另外哪一个字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叫做large large这个字呢 叫做大的 我们可以说把这个东西呢 这个地方变大 叫做enlarge 好这个就是把它使变大 在前面 字的前面加上en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在en就可以当作使它变成一个动词 使如何 使变成什么样的状态 好所以这deepen呢 就是使变生的意思 然后也可以当作不及物动词 就是单纯的变生 来我们直接来听听这个例句 his sadness deepened when he saw his grandfather lying in bed unable to say anything his sadness deepened 他的悲伤 sadness 哀伤 悲伤 难过 加深了deepened 好这边当作一个不及物动词 好这边呢 游慧所引导了一个时间 副词指句 用来修饰前面的deepen 好那什么时候 他的悲伤加深呢 当他看到他的grandfather lying 好来各位这边 我们看到 sad跟line 我们知道呢 这个sad在这边呢 他是一个所谓的感官动词 我们可以在后面 加上一个动词加暗音句 表示呢 他看到的时候 这个动作正在发生 他看到他的祖父 躺在床上 当他看到祖父躺在床上的时候呢 他的悲伤加深了 我们中文翻译 更加的难过 那那个祖父呢 他在床上的状态是怎么样呢 unable to say anything 没有办法去说任何事 就是说不能说话的意思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三个词类 deep deep deep这个字呢 他的词类呢 是一个形容词 中文就翻成深的 来我们直接来听听这个例句 this river is six feet deep it's dangerous to swim in it this river is six feet deep 好我们看一下这样子的用法 is前面 加上一个距离 再加上一个deep 就表示呢 有多深 所以这条河流呢 总共有六尺深 六尺深算很深的 比一个人高 对不对 is dangerous 这一件事情是困难的 好那我们知道 这个it呢 在这边 它是一个虚主词 真主词 是后面这个不定词 对不对 所以他说呢 这一件事情是危险的 哪一件事情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件事情呢 就是to swim in it 这件事情是危险的 好所以呢 因为他呢 有六尺深 所以呢 在这条 这条河里头游泳 是危险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 最后一个词类 de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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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ly这个字的词类呢 是属于副词 我们中文翻成 深身体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啊 这个deeply加ly 它可以当副词 它是副词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deep 它也本身不加ly 它也是一个副词 那这两个副词 怎么样去分辨呢 好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来帮各位做一个解释 deep这个字 它如果没有加ly的话 指的是可以丈量的深度 好 例如说呢 这个 这个所谓的 很深 那个 这个河流很深 或者是 那个什么 那个这个 洞呢 是 沼底很深 好 这个deep 是属于是可以丈量的深度 的那种很深 但是deeply这个字呢 指的是心里层面的 看不见的 叫做深深体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句呢 就可以分辨了出来 来我们听听这个例句 I am deeply thankful to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for having made my school life so enjoyable I am deeply thankful to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来各位 这个片语呢 我们可以顺便把它记一下了 叫做be deeply thankful to 好 所以呢 各位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为什么这边要deeply 这边用deep的意思呢 就差很多了 为什么呢 我们深深地感谢老师跟同学 你说呢 多深 你可以用此量吗 我对老师的感谢呢 有十尺深 对同学的感谢呢 有二十尺深 这是什么话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deeply 指的是内心那种 看不见的 那种所谓的 那种所谓的 想象的 或者是那个 内心世界的那种 深深的 我们用deeply 这个就是deeply 跟deep 一样是副词 他的差异所在 所以这边的 be deeply thankful to 表示呢 对某人深深的感谢 所以呢 I am deeply thankful to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对我的老师 跟我的同学们呢 深深的感谢 为什么而感谢呢 接系词for 后面呢 表示原因 我为什么要深深的感谢我的老师跟同学呢 因为呢 having made my school life so enjoyable 因为呢 having made 使我 那为什么这边要完成式呢 因为呢 它让我 那个 有个一个非常快乐的中学的生活 是发生在我讲这句话之前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于过去发生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用所谓的完成式 那因为呢 前面有接系词for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后面的have made 我们把它改成having made 好 所以呢 我深深的对我的老师跟同学呢 感到非常的感谢 因为呢 它呢 让我的高通生活呢 过得如此的愉快 好 所以我们最后 再把这一系列的字呢 把它做一个 复习 deep 复词 很深的 deep 变深 或者是基础动词 使变深 deep 深的 deeply 深深的